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关心11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带人来看到 7月份突出瑞台风冲回了玉里高辽 以及副里轮天两条便道 之后的卡努海魁小犬台风借离宝道 严重冲击到了两条便道的修复进度 而眼看二期到座收割在即 农民是心急如焚 那么现场许正卫一号下午时 率领了建设处长邓子玉线刊 施工厂商也保证11月15号以前 开放通行 玉里站高辽以及副里乡 轮天两条便道 7月初遭台风冲回后 修复至今却仍未修复完成 不仅民众由于二期到座即将收割 便道不通 农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现在的正在开始 活动会稍微 因为今年缺水的关系会稍微慢一点点 大概10号左右 他们就会开始收割 现场许正卫为为了轮天与高辽 这两条便道的载球进度 可说是限刊不下数次 面对地方民众以及农民 对农运交通的迫切需求 一号下午在建设处长邓子玉的陪同下 又再度到场了解目前的施工进度 现在就是说这里到下个礼拜 把这个海管弄到的时候 就做一个陆运的回庭收尾的区段 然后大概点击国际到后 所以预计在11月15号之前 我们会把这个便道整个都整理完成 让这个农民可以通行 那另外在轮天的部分 我们大概也就是说在靠近这个我们西侧的部分 还有这个钢变桥要正在施作 所以我们钢变桥 也计厂商今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在施作 那预计呢 要在这个11月5号到11月7号之间来完成 又以台风大雨接力报道 不见修固乱西水势减缓 严重冲击到了两条便道的修复警度 也令施工单位头疼 等到目前水市水位稍退 赶紧赶工抢修 保证11月15号以前开放通行 而对于二七座农运交通行的安全 县政府建设处也有初步对策 那当然配合农民的实际的需要 那有时候可能是业界也必须要去做这个收割 那通行的部分呢 还是会开放给他们通行 但是就是说一些安全性 我们会尽合要求公署做一些相关的管制 当然还是保护这个通行的民众的安全 还是最重要 施工单位从上周五开始进厂施工 在施工安全优先的考量下 县政府建设处是警定进度 要求厂商能够尽快赶在农民二七座收割前 修复完成开放通行 记者综合报道